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我的那个相机的镜头 那个screen也被我翻过去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挑战无镜化妆 low mirror makeup 我也不知道音乐是不是特别大声 我们就一边聊天 一边上妆 是不是画的 然后这个视频呢 就是一边聊天 一边化妆 然后我尽量是一刀未解 我的美妆弹幕打湿 那就这样吧 然后 我的这个相机 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自动它就关了 关于这个no mirror makeup 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然后我们来聊点什么呢 前两周过节 新年元旦 然后再上一周是圣诞节 我修了三天 所以说一般是我只要一休息 我就会发视频 就是如果是每周 如果是一星期五天都在上班的话 我可能一周就发一个视频 我也不知道头没头云 no mirror makeup这个呢 挑战呢 其他我都还觉得还可以什么就是脸妆啦 我主要是担心眼线 我只要担心眼线 我怕戳到我眼睛里 我觉得应该可以了 我一会儿还要出门 所以说我要带着这个妆 出门 我化妆的顺序呢 就是我平常化妆的顺序 然后这个粉饼呢 也是带个镜子的 我得把它捂上 就不要说抱歉 这个是A Cosmetics家的粉饼 已经有铁皮了 我上一个空瓶里说过 我一般化妆呢 是把头扎起来 但是为了好看 我就把头发散下来 但是我头发上有魔术贴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 然后上妆顺序下一步是修容 对 我的上妆顺序比较奇怪 修容这个呢 也有个镜子 我刚才没看到 它是too cool for school的 这音乐太惨 太惨烈了 换一个 我觉得上脸妆就是 因为我正常上班是不画 是不画眼影的 眼线 眼妆的 我平常化妆是挺快的 除了眼妆 摄像是都化的 所以说尽量这个视频一到位剪 但是看看吧 我已经想到这个视频之后 我一定会再修补一下 再出门的 或者是卸掉 哦 说到哪个 说到我两个星期 然后每个星期出了两支视频 简直了 太累了 感觉我的生活里 除了拍视频 就是剪视频 其实我还不至于 我还没有到人家那种大博主 来靠这个YouTube赚钱的这个地步 而且我现在也没什么人订阅 就是存凭喜好在里 然后腮红 对 你没看错 我是最后才化唇妆眼妆和眉毛的 而且我想说 画一下鼻子 而且我想说很多朋友都说多拍点Vlog 然后我的条件是不允许的 没有镜子高官应该也知道在哪里 因为首先我工作是不能拿相机啊 不能拍的 再其次我除了工作就是下班在家 就是看电视沙发摊 然后我跟我老公的休息还不在一起 他是每个星期二 我是周末 偶尔节假日呢 赶上会拍Vlog 赶不上就没办法 对 没看错 下一步我就是要画口红 觉得嘴没有颜色 我挑了一个 最不容易出错的 随便可 都可以的 我的最爱是要这么一点了 Bobbi Brown的Bear 我在我那个口红 断舌尼里里面说过 然后就来挑战我的眉毛 我都没笔了 挑战我的眉毛 都没笔 先梳一笔 先梳一笔 我觉得梳的时候 我这个眉毛就会梳得很乱 因为看不见 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眉毛我也比较担心 先摸一下 我怕我画的不好 所以说我可能 是不是要轻一点 我感觉刚才那笔画出去了 我感觉刚才那笔画出去了 再画个预约 我觉得是不是差不多了 这个眉笔还比较显色 这是国产的卡 卡其色吧 卡其色彩 对卡其色彩 我喜欢这种 细的头 我一喝多久要上天 想这样吧 我先摸一下我的眉毛 这是我第一支挑战视频 以后呢 会有更多的挑战视频 希望大家订阅 要期待一下哦 我自己反正是比较期待的 我可能会偶尔把镜头翻过来 因为我不知道我这相机 什么时候就关了 你知道吗 它可能 哇 我已经感觉我这眉毛 跨的肯定老惨了 但我感觉每一下我都 碰到了那个眉毛 应该差不到哪去吧 我输一下 输一下 是不是能感觉输得好点 哎呀我都感觉到掉渣的 行这样吧 我扫一下 我再把我这头发沾一下 这个魔术贴 其实我有个可爱的魔术贴 只不过我这可爱辣到国内了 好 化眼妆 这回的眼妆 我拿了一个另一个眼影盘 叫Other Story 他家主要出时尚产品 衣服之类的那种服饰类的 然后有一个博主说他家的这个眼影 特别容易画 是这几个颜色 我今天用的化妆品我都会 打到屏幕写的眼方或者信息栏里 好 先用这个浅的颜色 我为什么拿这个眼影盘呢 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就是它特别掉粉不说 然后对它掉粉它可能都掉到我了 对 大家知道 你不能做吧 我都没用这个眼镜 我今天就不够招呼 我才会把眼镜并别再读得 这一条effective面 放房子 我一直没有那大一点 我当然认为它是这个眼镜的 对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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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里也没个镜子 就这样了 眼线 它是一个棕色的 然后 我突然害怕眼线 怎么办 它是能使 睫毛增长的 因为眼线画在睫毛根部 这个怎么画 我是睁眼呢 还是闭眼呢 下手还要狠一点 要不大家岂不是看不到 我已经感觉到了 在我眼睛上 那可能是在我的 我从来没就是睁着眼画过 我一般好像是 我化妆的视频好像是 就是一只眼睁着 另一只眼拿手扶着 然后是闭着的 但是知道这个棕色的眼线笔 就是在我的这个肤色上 不太显现 是不是能好一点 我不想再画了 它在 我已经感觉到湿湿的那种感觉 这 我可能湿湿的感觉 它可能只涂在睫毛上 说不定 对 一会儿还要夹睫毛 你说什么 但是眼尾应该是涂上了 哇 也许我涂得老糟糕了 我要是画得特别惨 我修改不了了 我可能就要给它卸掉 画得好不好 尤其我们没有弹幕 要有弹幕就好了 你们就会告诉我好不好呢 哇 我本来还想说 这个夹睫毛 应该可以不用镜子 但是不用镜子 还真是不太好夹 我都夹没夹上 我本身也是最害怕夹睫毛了 我觉得夹上了 但是我应该是等我眼线干了再夹吧 我觉得应该是夹了一点点 这又是眼 哦 夹眼皮了 对 我一般左眼特别难夹 我要是画成功了 说不定我一会儿还能再拍一个视频 这又是很轻 看到一种力量 却是我的脚步 结毛膏膏 结毛膏应该是 结毛膏是kiss me的 也是个棕色的 我当时应该是买错颜色 我肯定是会涂到眼皮上 因为正常在镜子涂 我都会涂到眼皮上 好 戳到眼睛里了 昨天看了个视频 一个博主就是画一个cut crease的妆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从来没画过那种妆容 我可能也会想画一个cut crease就是拿遮瑕膏 对 我都没用遮瑕膏 对 我都没用遮瑕膏 但是我的下巴最近需要遮瑕膏 我应该是画上了 因为我眼睛里能看到我的睫毛有东西 但是肯定是画的那个肯定不均匀啊 肯定是有一块一块的那种感觉 天哪 就是在我预想当中 就是哎呀 画到眼睛上了 就是 其实我觉得吧 画眼线还行 倒是没拖到眼睛 只要是这个睫毛膏是拖到眼睛 天哪 我肯定是画到瞎眼上了 瞎眼上 瞎眼皮上 画完了 这个视频是不是很短 一刀未切感受一下 然后给大家来个近距离的看看 然后看完我就要把 不行 我觉得我受不了 我应该是会把我的下巴摘一下 摘一下 手摘一下吧 下巴冷总起痘 而且有痘印 下巴起痘就是内分病不好 或者大姨妈来之前的时候 应该是差不多了 给大家最后看一下 然后我就要把那个镜子拿过来看一下 然后把那个镜头反过来 我希望我的眼影会很好 而且我希望眼线不要太糟糕 而且还有眉毛 希望我能救回来 那睫毛膏应该是可以 嗯 救的回来 好 我要把镜子翻过来 先把镜头翻过来看看 哦 my goodness 谁说这个不上色 天呐 我这真是 我拿镜子看吧 我拿镜子在这 我的镜子在这 我现在拿镜子看看 天呐 谁说这个颜色不上色 谁说这个眼眼影不上色 我的个妈妈呀 这个 这个痘痘挺好的 这个底妆 底妆这地方都没涂匀 高光 这修容感觉没修过似的 哦 我想起来了 这个too cool for school的这个修容 特别不上色 对 它这个三色的那个特别不上色 虽然是我是只用这一面 但特别不上色 再看看 三红还可以 三红比较完美 三红还是这个 pinks the peach 天呐 这个眼影 其实这个眼线画的还可以 这个就是这件比较粗 这个地方就是基本上看不着 这个眼线画的真是完美 这个就是太吓人了 这个眼线我应该还能救回来 这眼影已经救不回来了 天呐 我竟然把眼影画着这么长 你觉得你的眼尾在这吗 我还没看我的眉毛 眉毛这个画的还可以 画的有点深了 这个画的是啥呀 啊 口红依旧很完美 竟然和我的衣服还比较配 对 我今天穿的是 一个T恤衫似的 天呐 简直了 嗯 给我这个 哇 这个下眼 下眼影 画了个黑眼圈好像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卸妆 但是我一会要出门呢 不能顶着这个妆 太吓人了 我应该是还没有晕开 你看这个边界太明显了 这人是我的天呐 是什么 他就答应了 你就是帮助了